疫苗施打仗民众三三两两高端打气 每下预况爽约率再攀升 27号各县市卫生局统计双北彰化都达到两成 南投爽约率也有17.4% 台中16.7% 花莲稍微低一些但还是突破10% 询问到基层诊所也是同样状况 我们预约150个人的话大概来了148个人 昨天的话就整个人是瑞姐 大概一半 高端23号开打累计六天就传出六例猝死通报 最新一例是28号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新庄通报 一名40岁女性患有多重慢性病 23号打完高端感到严重疲倦 27号上午骑车外出昏倒送医抢救不治 而板桥也有一名42岁女性在诊所打完高端后 突然身体不适 血样下降一度无呼吸心跳 目前仍在医院观察中 逐日下降的一个倾向 但也没到整体的一个环打槽 受到不良事件的一些影响 另外我相信也因为有 好像有BNT要进来 高端施打首日23号开始接种率从92.8%一路下滑 25号跌破九成 到了26号只剩下82.6%掉了一成多 陈志忠城镇数字下降 但不认有环打槽 专业医师却不这么看 绝对会有环打槽 就还是它的副作用的问题 高端疫苗是没有经过三期临床验证 它在使用中产生的任何不良反应 都应该比照还在临床试验的一个阶段 先把它认定为是与疫苗有关 即便指挥中心说没看见环打槽 但爽约率的数字会说话 想要挽回民众信心 恐怕不是首长 遵守必打疫苗 就可以不交代清楚 高端副作用代表的意义 环宇新闻 叶炳杰 黄运竹 台北报道